如果說你今天尿液的顏色很淡 但是尿量又很多的話 的確是要懷疑是不是真的有尿風症 那大概如果說是除了這個透明到淡黃色之外呢 就代表你可能身體有出了某一個程度的問題 比如說如果是紅色的話呢 大概就是要特別注意 可能是有出血所謂的血尿的狀況 那大概會出血都不是什麼太正常的問題 泡泡尿其實也是尿科悶者很常見的一個問題啦 那其實呢我就會建議病人 你第一個先看一下 你小便完之後呢 如果呢還是很多泡泡 那真的是懷疑說是不是有這個蛋白尿的問題 現代人工作忙碌 雖然每天都會排尿 但不知你是否曾注意過自己尿液的顏色 其實尿液不只是排出身體多餘的水分而已 還會幫忙腎臟從血液中排出毒素和不好的物質 透過簡單的自我觀察看看尿液顏色 就能知道身體狀況是否亮紅燈 現在就跟著健康聊天室 一起來觀察尿液顏色 然後瞭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大家好我是崇維銘醫師 正常的尿液顏色應該是透明然後偏淡淡的黃色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 女生可能比較難 但男生如果小便的時候 真的可以看一下自己小便的顏色 那大概如果說是除了這個透明到淡黃色之外呢 都代表你可能身體有出了某一個程度的問題 那我基本上就會用像彩虹那樣紅橙黃綠藍墊子來說明一下 比如如果是紅色的話呢大概就是要特別注意 可能是有出血所謂的血尿的狀況 那大概會出血都不是什麼太正常的問題 可能是節食可能是腫瘤可能是受傷等等 所以如果說小便變紅色大概就需要進一步的檢查一下 那另外呢有些人他其實是因為吃了一些很有色素的食物 比如說最常見就是火龍果 吃了那個紅色的火龍果之後小便就會變紅色 有時候我自己也會被自己嚇一跳 但是就是知道是說其實是因為食物的關係 那但是如果是血尿就是比較要令你擔心了 那有時候紅色會變得比較深一點像褐色 那可能就要注意是不是有一些狀況 第一個狀況就是像是有些膽結石的人 或是膽到結石或是胰臟癌的人 他的膽子沒有辦法順利的從這個腸胃道排出去 那他累積住之後呢他可能就會從我們的尿液裡面排出來 那顏色就看起來很像泡得很濃的這個茶的顏色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所謂的橫紋肌溶解 他小便顏色會變得暗紅色甚至到茶色 那這個東西呢其實就是當我們過度使用我們的肌肉 或是過度運動的時候呢其實肌肉會有點壞死 那壞死之後肌肉細胞裡面的物質就會釋放出來 那其中一個物質叫做肌蛋白 那它的顏色呢會就是有點暗紅色到茶色這樣子 它會從我們尿液裡面排出來 那這個問題其實基本上你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 多喝水把它排乾淨就好了 就怕你在這個時候呢你又不水又喝的不夠多 那這些溶解出來這些肌蛋白就可能會卡在你的腎臟裡面 最後腎臟會壞掉 所以如果說顏色偏神其實就是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多喝水 然後看一聲 那再來如果是綠色的尿呢 可能就是表示啊你可能蜜藥到了有點乾淨 有點晃濃的狀況 所以可能就需要進一步到蜜藥科或是內科去檢查一下 是不是有乾淨的一些狀況 那藍色尿或是紫色尿 偶爾我們會在門診看到 那通常都是長期放尿管的病人 那有時候來就發現 它尿袋裡面的尿怎麼不是黃色 而是藍色或紫色的 那這個通常都是跟一些某一些特別的細菌感染會有關係 如果說你今天尿液的顏色很淡 但是尿量又很多的話 的確是要懷疑是不是真的有尿崩症的狀況發生 那可能就是要進一步去調查 那到底是大腦出了問題還是腎臟出了問題 那如果說你的尿其實不多 每次尿都一點點 但是你又一直想要去跑廁所 而且甚至有一些尿急的感覺 那可能就要懷疑是不是有感染 或者說是不是有 剛才提到的像膀胱又這樣重瘤 膀胱結石 甚至就是所謂的膀胱過凍症 那這些都會讓膀胱的容量變少 那通常都是晚上有問題 白天也會有問題 我覺得還是要看身體的狀況 如果說像冬天你有喝水 但是因為冬天比較冷 所以不太會流汗 那尿量就會比較多一點 那尿的顏色就會變得比較透 所以我覺得大概就是 我會建議病人大概透明到淡黃色這樣是OK的 泡泡尿其實也是妙科悶症很常見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呢我就會建議病人 你第一個先看一下 你小便完之後呢 你先不要急著把馬桶的水沖掉 看一下那些泡泡 是不是在30分鐘之內會消掉 如果呢30分鐘之後還是很多泡泡 那就請你要到尿科或是腎臟科的門診 來做進一步的檢查跟追蹤 那真的是懷疑說是不是有這個蛋白尿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泡泡尿最擔心就是腎臟壞掉出現了蛋白尿 但是其實有很多原因也會讓這個小便的泡泡變得比較多 比如說像我身高比較高 所以我距離馬桶的這個距離比較遠 那小便的時候那個沖的速度會比較高一點 那產生的泡泡就會比較多一點 不過這種泡泡可能很快 大概5分鐘10分鐘就會全部消掉 那還有一些狀況呢是跟你的飲食有關係 如果說你是一個很喜歡吃肉的人 然後這些肉呢它代謝完之後呢 還是會產生一些廢物要從我們的腎臟排出去 那這些東西呢也會讓我們的泡泡變得比較多一點 那再來還有一些其實很簡單一個狀況就是 可能最近家裡洗馬桶的清潔劑它是換的 那這種東西它如果沒有洗乾淨的話呢 那個馬桶的水裡面呢可能就含有一些就是清潔劑的東西 那你小便再下去之後可能會泡泡很多 但其實根本不是因為你身體出了問題 而是因為就只是因為清潔劑的關係 那混濁的意思大概也還是會跟你的飲食比較有關係一點 比如說你的飲食呢讓你的小便鎖裡面帶著一些 含氮的飛物或是含鈴的飛物比較多一點 那它就會看起來有點濁濁的 那另外呢有些人它是因為有結石的關係 那不管是腎結石或是膀胱結石 這些結石有時候它會碎掉變成粉粉的 那有時候小便也會變得比較濁一點 那再來還有一些就是因為感染的關係所導致 就會讓小便變得不是那麼的清潮 孕婦本來尿就會特別多 因為正所謂一人吃兩人步嘛 所以他除了說要吃自己的之外 他還要負責他肚子裡面小baby的代謝 所以他的尿量本來就會變得比較多一點 那另外就是剛才提到像糖尿病的病人 他可能也會有這個吃多喝多尿多的問題 孕婦生完之後他可能另外一個問題 可能是所謂的尿失禁的問題 因為畢竟你懷了一個這麼大的小寶貝 然後把它生下來之後呢 其實呢你的骨盆底的肌肉 可能都會有某一個程度的鬆弛跟瘦速 所以就很可能就是會有一些 尿有點進不太多的一些狀況產生 那自己尿量的部分大概就可能 隨著你的體重慢慢恢復之後呢 這樣狀況就會比較恢復了 次數太多的話可能就是要看一下你的狀況 這到底是因為你是不是會有一些 像尿疾啊然後我是皮尿或是夜尿的症狀 那如果有的話呢其實 你可以試試看做凱格爾運動 那這個凱格爾運動呢可以就是 你做一些比較快速的收縮 他可以有的時候會抑制這個膀胱收縮的感覺 那有的時候如果說你今天 我大概都會跟病人講 大概你如果兩個小時上一次廁所應該是OK的 那如果說你是半個小時啊 一個小時就要去上一次廁所 或許你可以考慮就是稍微憋一下尿 那比如說你有感覺的時候呢 你就再放個十分鐘再去上廁所 稍微訓練一下你自己的膀胱 但是呢就是也建議就是不要憋過頭 所以如果真的你要用這種方式來訓練膀胱 最好還是先看醫生 然後先了解一下你的膀胱大概容量多少 到底要怎麼憋才不會憋過頭反而受傷 剛才講的那些問題其實都是我們 今年累月訓練的結果 那一般民眾大概沒有辦法太 有辦法去做判斷 所以第一個大概就是 請你自己觀察自己尿液的顏色 如果提到像是出現紅色啦 綠色等等的狀況 或是你覺得小便真的很濁 那你真的可以 然後又合併一些症狀 比如說小便會痛 然後或者是腰痛 或是很皮尿尿疾等等的狀況 那的確就需要到尿科 或是到內科的門診做進一步的檢查跟治療 喜歡我們的健康聊天室嗎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加開啟小鈴鐺 掌握最新的健康資訊喔